电视剧中的杨勇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 当初父亲杨坚被皇帝宇文雍点到荆州 杨勇为了能让父亲回到长安 于是他建宫立业 在皇帝面前立了大宫 一家人这才得以回去 他回去后见到从小就被祭养 在宫中的弟弟甚是心疼 但没想到最后却也是葬送在弟弟的手中 历史上杨勇喜爱女色 身边女人无数 并且十分奢侈 而杨勇盛行节俭 他这样做无疑是触怒了杨勇 杨勇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他颇感不满 后来杨勇就将他废了太子之位 后来还是弟弟杨广结束了他的生命 而在电视剧中的杨勇则是因为宠爱了一名女子 然后跪求皇帝杨勇给他一个名分 杨勇大怒从而将杨勇废了 而杨勇在被废了之后喜怒无常 也因为自己没被杀而感到满足 他精神失常 独孤加罗被感痛心 独孤皇后中杨勇的下场跟历史上的如出一彻 其实在一开始杨勇并没有失去自我 而是在当上太子之后才变了 从而导致父子失和 而自己的下场也是他一手造成的 后来杨勇的二儿子杨广成为太子 登基后将杨勇处死 杨勇的生命结束于弟弟 下场颇惨 历史上被废的太子数不生数 物和皇帝的心意通常最后的下场 就是杨勇的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